我去财势场 对 在这儿等着就等着 要不然我先去找亮亮吧 胡说什么呀 你知道萧嫣住什么人 你出事怎么办 让位得去啊 行了 待会儿我去找亮亮 怎么了 亮亮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许长 是这样 原来是我每天都去接亮亮 结果那天我给忘了 就把亮亮亮给丢了 别再出这事了 已经有人去找去 刘队 这也是个事 我看 要不我去一趟 刘队 还是我去吧 行了 你们知道什么呀 萧嫣住什么人你们知道吗 我给念念 萧嫣住 原来菜头队的队长 在监狱里打坏四个同伴 用石块砸坏自个儿的腿 想保卫就医 是个亡命图 你们女孩儿去 出事怎么办 还是我去吧 那我跟你一会儿去 行了 哎哎哎哎 这就心疼上了 干脆 你两口子谁也别去 我去 甭废话了 现在是私人的事重要 还是龙腾的暗事重要 这关系到天都几百万人的热梦 要是亮亮 不是我的儿子 你们还不这么争了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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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你个人干好自己的事 别在这个事情上纠缠了 王立敏深深地受到了伤害 他虽然早已习惯了刘震翰 对工作的执着 但在这一次 在失去儿子的重大关口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就是刘震翰依旧能够不管不顾 于是他决定自己去想办法 这个时候 他觉得只有聂明宇能帮助他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这样做实际上又陷入了 另一个陷阱 来 嫂子 你怎么了 嫂子 你怎么了 你怎么坐到这儿啊 是不是 家里出什么事了 走 跟我到办公室去说吧 来 起来 你倒是说话呀 急死我了 嫂子 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倒是说话呀 你哥把亮亮给丢了 两天了 说被一个什么 刚放出的人那拐走了 亮亮丢了 出这么大的事 你们怎么不想办法呢 你让我想什么办法 我一个女人 我上哪儿去找啊 要不然这样吧 我去找找明宇 让他给你想想办法 现在也只能就求求他了 刘正汉我是指不上的 他只想他那个案子 孩子他哭不上 他哭不上 嫂子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打电话好了 是明宇吗 是我呀 我跟你说啊 现在出了点事 亮亮丢了 是吗 这个是大事 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孩子给找回来 说是 让一个什么流窜犯 给快走了 我尽量想办法吧 好的 我等你的消息啊 嫂子 你放心吧 明宇说她会想办法的 我想她一定有办法 在没有找到亮亮之前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谢谢你啊 也谢谢明宇 现在 我有点儿祝辛苦了 我 不 我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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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咐 特别醉 included 你小懒猫该起床了 都中午的还睡呢 你在哪呢 我要走了 告诉你一声 你怎么现在就走啊 您说好的吗 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啊 我这不是正告诉你了吗 你现在在哪 别别别 别别 你听我说千万别怂 啊 挺难受的 何必呢 来 师傅 去码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 什么事那么着急 我呢正跟老总说事情了 我从来不是在你上班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 我这次是有原因的 你有什么事你先说几句 是 要不我晚上再来 是你自己的房子你都不愿意上来 这是你的呀 其实我们俩都知道 我什么都没有 就几天没见 又瞎瞎了 这几天 我的确是在工资忙 我也很累 你终于累了 咱们分手吧 是哪个男人呢 你也不想想 有谁敢碰你的女人呢 有谁敢碰你的女人呢 那是 你烦了 你应该知道 其实 我也挺想跟你结婚的 也想给你这个名分 可是 可是我现在的情况 表面上看着还是不错 其实很不稳定 真的 我怕连累你 让你跟着我一块受苦 那我呢 一辈子都这样 这一天我没上班 我天天在家里都想 我不是非要跟你结婚 非要什么名分 我不是爱你的钱 也不是爱你的房子 我是爱你这个人 张峰 我觉得我们俩的关系 越来越不正常 我的压力越来越大 受不了了 姐姐 你知道吗 你可一直都是一个懂事的女孩子 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呢 你再好好想想 咱们是不是 还应该有挽回的余地 有 这就对了 除非你离开那家公司 你知不知道 外面已经传得风言风语了 每天你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还得为你担心 我真的受不了了 好 好 好莉莉 我知道 这些我都知道 这样 你再给我点时间 再等等我 好 好吗 我的那些事情 快了 真的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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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霓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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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孩又打电话来了 我们正想办法跟她坐在哪里 林霓队 事来了 这个王民李东 带着你们的人出发 好了 功夫 你跟我走 小青 姚伟 姚伟 来 你跟我走 走走走走 好 走走 走走 走走走 好 走走 小青 院长 院长 你们两个要走 走往里面了 我一旦等了 你们这 一旦等了 你快点帮我去 及时同学你们 好 走了 我走北路 人跑 你们是对讲机 弄好 电场不要太敌 来 雷队 接动 小姐 如果您觉得到我们这儿不方便的话 我们可以派人到您那儿 您觉得行吗 什么地方 小姐 您现在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 我现在公众电话停了 我要走了 我要离开这个城市 我怕 我真的怕 小姐别 小姐 你千万别害怕 你应该相信我们公安机关的 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 你说的每句话 我们都会为你保密的 查出来了 好 京桥区前进路火车站旁 四部供应电话中的其中一部 对点 一对二对 我是老板 我是一号 请指示方位 老板 老板 我是二号车 我是二号车 京桥区前进路西 我是站旁公有电话 你给我赶紧行动 立刻赶到那个地方 明白 我五分钟后到达进水路 我五分钟后到达进水路 老板明白 我从东边过去 四分钟可以到 请尽量拖延时间 对不起 我要走了 我已经买了今天的火车票 马上就要掉点了 你说什么 不不不 你等一等 等一等 喂 我是刑警队队长刘正汉 你在听我电话吗 我想你一定是这两个女孩的朋友 我想你一定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是从哪个城市到这儿来的 我想你一定和他们的年龄都差不多大吧 我请你相信我 我请你留下来 不能 我只是想在走之前知道灵灵他们的情况 他们是不是死了 你不要骗我我求求你你告诉我们他们是不是死了 老板老板火车上车我车上车车被卡住了我跟蒙一斌马上跑过去明白了明白了你抓紧 对这火车两分钟过去了咱等一会儿 一分钟都不能等 那咱车怎么办 他转车干嘛 下车 走 走 走 王明王明听到请回答 你们到底在哪儿呢 我快到了 再拖一会儿 再拖一会儿 你不说话 你不说话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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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是死了 对 他没死 你别哭好了 小妹妹你别哭你听我说 你如果执意要做的话我也不能阻拦你呢 但是有句话我要跟你说清楚 你别哭好了 你那两个小姐妹他们是被坏人害死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想他们的父母一定每天都在焦急地守护着他们 他们的亲人一定希望我们能把坏人抓住了为他们报仇 你想帮助他们吗 你不要再说了 我恨死这个城市了 我要离开这 如果你不相信我们你就不会给我们打这个电话了 你能把他们给忘记吗 你能忍心让他们两个孤单单的待在冰冷的医院里 这位没有一个亲人 你想把这个事情埋在你冰淇一辈子 你别说了 我不能 你别说了 王明 我是王明 你怎么还不到啊 这边已经快控制不了了 我到火车站了 我正找他呢 我找不到他 王明 王明 刘队已经控制不了了 这个女孩情绪特别不稳定 很有可能马上过电话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看见他了 跑不了了 快跟着 快跟着 我来走了 我帮不了你了 那你等一等 等等 等等 那这怎么了 快把电话挂了 快把电话挂了 汪明李东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小姑娘 别害怕 你听我说 仅仅对王明 别害怕 我们是来帮助你和保护你的 好吗 带上车 刘队 我是王明听见了吗 刘队 刘队 我是王明 刘队 刘队 是王明 你那怎么样吗 王明 好 接到他了 怎么安排 好 你给我稳住他 把他安排到市局招待所 啊 知道了 怎么样 刘队 怎么样 刘队 找到了 太好了 你们马上布置真正保护措施 准备集门 下 这就是 是 我希望有一座 说 回 Monkey 阿伯 欲 阿伯 阿伯 快 跑起来 巴斯林 若是你啊 坐 局长 队长 谭文军 马全 黄一斌 你们在这儿盯着 是 不许任何人过来啊 那是一个地方啊 是 有事赶紧给我打电话 是 来了 来 康道 等等 在里边 局长 坐 坐 家里啊 这是我们康局长 这是我们刘队长 这是李小燕 刘统长 你看 这条件虽然不太好 但是绝对安静 啊 我们现在把整个大楼都控制起来了 你的安全 我们绝对保证 现在你只要把我们想知道的 给说清楚了 你随时都可以走 我们马上送你走 我们马上送你走 好吗 小李啊 电话你已经跟我们通过几次了 能不能再把电话里说的 再说一下 杨统长 你看啊 我是公安局长 我今天用局长的身份向你保证 你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只要你今后不做了 我们既往不救 只要你 把今天说的 都能够说清楚了 我们在座的这些人 绝对不会向我来说的 这点我向你保证 怎么样 能相信我吗 真的吗 你们真的不会追究我吗 小李 我在火车站的时候已经跟你说了 我们不但是来帮助你 而且肯定会保护你 你看 要没安排在我们局里的办公室 就安排在这个招待所被你见面 那还是为你考虑的 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下你应该放心了吧 我懂了 阿斯林 你怎么又进来了 这是空军身上做的多件 什么东西 消炎的药 消炎的药 五颜六色的 我看一下摇头文 这几天不输 阿斯林 你看看这药品化验报告 你现在不仅仅是打架斗欧那么简单 明天会以买卖毒品罪送你到分局候审 说不出了老队 讲吧 今天现在都多些什么 我把同伙全交代了 能再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我告你们一件大事 说 刑警队长刘伦翰的儿子被人绑架 这事我全知道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刑警队长刘伦翰的儿子被人绑架 这事我全知道 我说了这算不算立功赎罪啊 念不念 好 现在在哪 绑架他儿子的人 他儿子在什么地方 我全知道 那你赶紧说呀 这事我不敢得罪啊 你想啊 敢绑刘伦翰的儿子的人 是什么人啊 你只要能答应刑警处罚我 我就说 你少配话 快说 你这儿有几百公里呢 我ẹ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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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 局长 小李啊 简单介绍一下 你和这两个女孩子的关系 我们在歌厅里认识的 经常在一起坐 就成朋友了 汪队 喂 我是汪明 是汪队吗 我有机会找你 是好消息 亮灵有下落了 真的 而且嫌犯就在我们这儿呢 好 我马上过来 好 来 我跟你说 这事我来处理 别让刘队知道了 好的 等会儿见 待会儿见 真是多长时间了 刘队 我出去一下啊 什么事啊 私事 那么重用 我最迟明天回来的 我最迟明天回来的 王明 是不是验链有消息了 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一块儿去吧 听话 干好你自个儿的事 就给刘队最好的交代 你小心点 嫂子 你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要不然 你现在躺下来 休息一会儿吧 你说亮亮在哪儿呢 这个时候都该睡了的 不会离这儿太远了 你说那些人不会揍他吧 不会的 不会的 嫂子 亮亮那孩子多可爱啊 他们不会的啊 现在社会上什么人没有 天都难说 马特连 你跟青红什么关系啊 认识早上时间了 青红姐认识好上时间了 还睡过觉呢 别说的说 不跟说的 别说 把孩子埋到什么地方去了 就那个青红孙啊 要苦分啊 所长 谢谢你啊 客气 办完事回来 请你喝酒 好嘞 再见 再见 那个 喂 弟弟 你刚刚说你干什么走啊 谁啊 喂 喂 嫂子 亮亮找着了啊 真的 你们也知道亮亮在哪儿了 哎 嫂子 快 快 喂 喂 哎哎 汪铭 嫂子 我给你打电话 就想让你放心 我已经知道亮亮在哪儿了 我连夜就走 明儿就把亮亮给你带回来 亮亮啊 啊啊 我去我去 我一定去 好 好 那我来接你 啊 现在我在梦里面办公室的啊 好嘞 好嘞 我去我去 知道了 找到了啊 找到了 哎 我跟你说啊 待我谢谢 鸣鱼 告诉他 我找回亮亮 你上班啊 哎 别放弃啊 哎 哎 找到衣服 衣服 枪械使啊 我汪铭 林马强 别和刘队说啊 你们三个都是什么地方人的 我们三个都是四川的 在一起工作认识了 就成朋友了 后来不一起工作了 就不经常联系了 你们一般都在什么地方工作 听说后来他们经常在天都酒店工作 他们两个年轻 相貌长得又好看 所以很快就有了些名气 我不跟他们联系也听说了 周玲玲和王芳在失踪以前 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些 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有 前些日子周玲玲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 她认识了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老公 老公 周玲玲结过婚啊 没有 我们只是把那些经常交往的人叫老公 可以给我一支烟吗 可以啊 周玲玲跟你说了她的名字没有了 没有 只是说这个人有权有势 在天都算是大人物了 那周玲玲有没有说过这位所谓的老公 一些其他的事情 正常听 一会儿说这个男人给她买了链子 一会儿说这个男人给她买了衣服 其实这个男人也跟王芳睡觉 也给王芳钱 王芳就没当真 可是周玲玲就当真了 周玲玲骨子里面傻憨傻憨的 王芳就轨机灵 结果没多久 王芳就重播了 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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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燕姐 燕姐 燕帮燕帮燕 燕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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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劝他们他们又不听 我也不想掺和 就把给我们拉客人的小宝叫来了 你们换头了 赶快还个人呀 你们这人和谁在玩 不要命啊 我睡一会儿 等我联系好了 赶快把本给人送我呀 我这天高地厚这东西 就是吗 人家要本子 你就把本子给人家 你留着有什么用啊 芳芳 听我的 咱们在天都混不容易 别再得罪人了好吗 你们傻不傻呀 咱们是不容易 灵灵 你没看到他刚才猴急的样子啊 四五块钱 眼睛眨都没眨对给我们了 这本子里面 绝不仅值四万块钱那么容易 你刚才说的那个黑本子 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个手包里的黑色小本子 那个男人说 只要那个黑色的本子 其他的包和钱都不要了 周玲玲想还给那个男人 可是王芳就是不肯 王芳就是想看看那个本子里写的什么 结果 就闯下了大火 这边也行 快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陆柏林 杨振义 李田宽 潮润海 我说姐 这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呢 这后面还写着数字呢 陆柏林 是不是 这帮打麻将的写的欠条啊 可以呀 等等等等 你刚说的名字上全有啊 陆柏林 杨振义 或者说全有啊 他们的名字 世人大常委会 什么人啊 发财了 这都是什么呀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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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芳有没有跟你说 他看见本子上写了些什么 没有 他什么也没说 小宝让他们两个人 把本子还给他 王芳满口答应 可是没想到王芳居然 复印了副本 小宝代还的 就是那个原件 那 小宝这个人现在在哪呢 小宝 我们干这行的经常换人 后来就找不到他了 什么 那后来仲林里和王芳是怎么再和那个男人联系的 他们打电话给那个男人 问那个男人要一百万 这百万 姐 行不行 哎呀 你老老都说说的快点 有什么事怎么办啊 行 有什么事什么事都没有 姐 你们俩来打电话 哎 哎 喂 请问是张先生吗 哎 对 是我 啊 你 你们那个地方在哪啊 你稍等一下 我记一下 哎 好 您说 您说 龙 我 我 我 你 好 我 啊 龙腾 七零一 七零一 好的好的 我记下来了 啊 对 我马上就过去 哎 就这样 怎么样 成了 哈哈哈 哎 难道那个男人要一百万 那个男人居然答应给他们一百万 男人答应给一百万 他们怎么能给你的 骗你的吧 骗我 哼 没那么容易 刚开始 他还挺凶 后来我说 你再凶 我立马把他交给公安局 哎 那这个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他立刻不说话了 真的 哎 哎 你千万肯别跟小宝说这话 听见了吗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两个人 过了两天 他们就打电话给我 说那个男人已经答应给他们一百万了 他们也决定把交本子还给那个男人 我劝他们小心一点 他们还是高高兴兴趣了 就这一去 就再也没有交警 那个黑皮本子 交给小宝送回去了 那么那个副本呢 他们拿走了 我想应该还给那个男人了 周玲玲和王芳就再也没有提过 这男的教授了吗 哎 李小燕 你放心 你跟我们说的情况 我们保证 只会我们几个知道 嗯 李小燕 我可告诉你啊 你如果对我们隐瞒了什么 那么 对你 会很不利 啊 如果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我承担我对你的诺言 绝对保证你的安全 听明白了 但是 但是 那个男人在黑白两刀都耍得开 我 我不想死 小李 咱们可不能让你的脸不见面 白白的死掉 我 说 他 他 他叫张峰 你 干嘛呢 想事呢 还是想什么人呢 看你说的 我这不是看球的吗 我从来没问过你的一些女人 和你所干的那些事 但你知道 我心里都很清楚 昆哥 你不能再干那种事了 那是要遭报应的 你们龙头公司干的那点事 天都老百姓都清楚 只是在等机会说出来 莉莉你应该知道 自从我跟你认识以来 其他的女孩子 我可是一个也没接触过 可是我的工作 倒是有点像水中行船 就是下了船 倒水都是水 我能往哪儿游呢 不管它了 怎么着怎么着吧 也许 不会太久了 我真的很害怕 怕等到那一天 就已经太晚了 就这样吧 今天你在这儿安静里休息啊 隔两天我派人送你上火车站 绝对保证你的安全 小五秒就尽管那方关心 这个地方是很安全的 对对对对 还有 我一定抓住 杀了那两位姐妹的凶手 嗯 这 老板 老板 要不然 可 吧 也不然 我也不怕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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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到时候我下车问 在边上就行 问一下 见过这孩子吗 没见过 没见过 那刘青红的家在哪知道吗 你干什么 你以为在干什么 走 走走 走 走 等一下 见过这孩子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刘青红家在哪知道吗 你们是哪来的 不知道干什么 不知道 小朋友 问一下 来 来 看一下 见过这小弟弟吗 没有 真没有 真的没有 那知道刘青红家在哪吗 不知道 真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走吧 嫂子 这村里人都这样 他们把拐来的孩子 就当自个儿家的了 咱们来要 就跟抢他们家的事 凭什么 是我的儿子 你别着急 哎 麻烦问一下 刘青红家在哪知道吗 你们是谁 见过这孩子吗 找他干什么呀 这孩子是一个拐到这儿来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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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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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姐 快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快 二叔 二哥 警察来了 好像孩子特急 他家人也来了 还带照片呢 是吗 哎呀 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哎呀 孩子还没背呢 这不麻烦了吗 快 赶紧把孩子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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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 来 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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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已乱 这怎么办 你看这个 有人在家吗 啊 哎呀 二叔 怎么办 你后床走 快 后床 快 快快快 快快快 阿嬷 阿嬷你也注意自己啊 小康 快走 别急 跟孩子散了散开啊 阿嬷你也没关系 我找人去 你跟外子人生把咱们怎么定 走走走走